欢迎加入1800新闻1.0的新闻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心仪 现在是下班偷勤时间提醒您越晚越冷 所以要多加件外套注意保暖 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在留言区 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讨论最新的新闻时事 今天的新闻首先我们先来关心 国际消息恶乌战争目前的最新状况 我们知道美国白宫现在就警告了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经费 即将就要在年底耗尽了 而当然乌克兰在前线的军队 现在也陷入了苦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就在年终的记者会上面透露 不排除再扩大征兵50万人 CNN记者到乌克兰前线感受士气低迷 在西方援助缩水下苦战 对面的俄军还动用了新武器 军指控俄军用无人机空投毒气罐 不断猛攻让乌军退居下风 为了持续抗战 总统泽伦斯基在年终记者会上 抛出扩大征兵的震撼弹 只是至胜关键不止是兵力 还有西方军援不能断 泽伦斯基人对美国抱有希望 不过现在美国的原污经费 只够再撑最后两个礼拜 然而参议院的拨款协商触交 确定年底之前不会有结果 只是1100亿美元的预算 不止攸关乌克兰还包裹了对台湾的援助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也向同僚喊话 希望明年初能打破国会僵局 T恤前送不到 好我们知道2024要进行总统大选的 还有美国 而现在呢正在各地进行造势活动的 美国前总统川普呢 他现在却遭到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判决他不符合总统大选的初选资格 也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人 这什么意思呢 表示川普的名字 不会出现在科罗拉多州初选的选票上面 而且现在也传出密西根州可能会更紧 立平重返白宫的前美国总统川普 没想到却在科罗拉多州狠狠踢到铁板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罕见援引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三款 判决川普因为涉及2021年国会暴动 所以不得出现在科罗拉多州初选的选票上 消息一出正在爱荷华州造势的川普 马上说这就是民主党和左派的阴谋了 川普团队也表示将尽快上诉 外界热议这项判决只会影响 明年三月五号共和党初选结果 能不能真的重创川普选票 还要看其他州会不会跟进 目前传出密西根州也有团体 向当地最高法院提出相关上诉 川普在共和党内的对手 佛州州长迪尚特虽然没具体回应 不过还是在推特声援川普 批评这是司法滥用 川普另一位劲敌前联合国大使海力 则专注猛攻拜登 不过外媒透露 尽管拜登年纪成为民主党人最担心因素 总统本人却不想扶老 外媒也分析第一夫人吉儿 不断提醒丈夫多休息 少吃垃圾食物 才有好体力继续拼连任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美国海军出身的智库学者 他在近期不断的试井 他说中国纳路建造中的 目前的新型核动力潜见 因为技术的关系 所以可能会比过去更加的难以侦测 而且也提醒美军 中共花了五年打造的水下长城系统 用意就是希望反过头来从海面下 全面的掌控美国还有盟国潜见的最新动向 大国角力强军无止境 举世闻名的战斧巡弋飞弹 近年增添反潜功能后 美国海军如今着手 让现役的核动力潜见都成为载台 剑指当前主要对手 以前之前才是最佳解方 中国大陆潜见阵容和水面战力 不扩张 各界密切关注的洞沟六行 开发状况 原因不只是火力和盾味 各国军方和智库一致认为 解放军的新型核潜见 将陆续使用蹦喷推进 加上材料技术和设计的突破 使得美军在水下降噪能力 不再有绝对优势 美国最先进的海洋级公益潜见为例 它的水下航行速度都达到30级以上最大 它的辐射噪音却能够达到95dB 接近于海洋环境90dB 那中国目前研发的棒推进技术 其实不只是运用在洞沟六上 其实已经改进到洞沟三形的核潜见上 那更进一步用在新型的洞沟五商级 以笔之锚攻笔之盾只是第一步 早在2017年 北京当局就批准打造船杆网络 目标是足以在东海和南海 全天候监控水下动态 计划被称为水下长城 据称中国大陆已经在关岛周围 也进行配置 从解放军近海防御的战略来看 要掌控第一岛链之内 离岸300里的水域 由暗制火力和庞大的水面舰队来巩固 而潜舰是外层作战区 最重要的伏击战力 用以对付试图介入台海 或区域情势的他国兵力 它的水下监听系统 固然可以增加它对南沙群岛附近 周遭水下环境的掌控 但是相较于美军所布放的 这个水下监听系统来讲 它的效率还是会差很多 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 它其实已经大致完成了一条 完整的水下监听系统 它叫做渝沟海底防线 基本上除了台湾南部这一段之外 其他地方大概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 因为美国放的这些水下监听这里 都是在必经之路 然而类似的概念早在冷战时期 美军为了应对苏联就着手运作 传言美方因应最新情势 由于重启水下听音系统 而美国海军出身的学者更建议 是时候广泛运用水下无人载具 反降一军 美军借由重启水下听音系统 一方面当然是要能够掌握中共 平时掌握中共浅界的动态 暂时提供强大的早期预警 去执行有效的猎杀 更重要的是借由这些系统的建立 它可以分享中共浅界活动的情报 给中国大陆周边的国家 确保这些国家 能够在重大的议题上跟美国合作 那像阿库斯我觉得也是其中之一 包括贬河英国协助澳洲 打造核动力潜舰 看来早已列入美方虎杀蓝图 只是潜舰部队退役人员提醒 解放军也做好准备建招拆招 那他用这些潜舰巡 能够形成水下的水下瓶层 瓶层就是三面一围 你进来的时候我就把你困死 会发生会研发出来的水下八卦镇的 水下文仔军的包围 这是值得后续注意的 水下昌称已然不是古文明的代称 放眼现代更像是地缘冲突之下的 无形毙流 体育别新闻何嘉阳一日辅台报道 2024台湾总统大选选战倒数 但现在大陆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呢 他在台气联主办的活动上面 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选举的话题 但也表示呢希望台商坚决反对台独 而大陆的台气联也透露 在长三角至少有八成的台商是有意反台投票 距离台湾大选不到一个月 台气联等单位20号在北京举办了台商投资 大陆宣传推介活动 从现场的手册可以看到受邀的台湾嘉宾 有147人 出席活动的大陆官员率先发言的是 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 他提到前三季大陆GDP同比增长5.2% 强调大陆仍是台商投资首选 紧接致辞的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 则是就两岸关系发展方向向台商喊话 虽然没提到台湾大选 但大陆官方重申反台独立场 针对近期陆委会多次提醒 大陆借由活动介入大选 台气联会长李正宏有不同解读 这有一点太过于扩大解释了 意识形态的意味也太浓 另外对于两岸互动交流会更冷还是回温 台商也普遍认为关键得看2024大选结果 呼吁说在这边的台商能够回去投票的 尽量都能回去投票 尽国民的责任义务 为了协助台商台青反台投票 台气联和10家大陆航空公司合作 推出优惠的台胞返乡团购机票方案 以中国航空为例 北京台北往返只要1800元人民币 如果自己买 目前旅游平台售价 单趟就要1740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台气联方案几乎搬价 我觉得就意愿来讲的话 搞不好连八成都有 台气联团购机票促销方案 并没有和台籍航空公司合作 李正宏表示 疫情后两岸航点从以前最多50几个 到现在只剩10多个 增加台商返乡投票难度 目前仍在找转机等方式寻求突破点 TVBS新闻程序 林敏珍 北京采访报道 好 我们来关心 前几天中国大陆甘肃发生了 瑞士规模6.2的强震 目前整体来说 救援行动算是告一个段落了 那么今天中国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资深特派记者陈湘如 来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湘如姐好 新一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这一次整个大地震 目前统计已经至少有131人死亡 而且有980人受伤 至于房屋大约有超过21万间的房屋 是毁损的 那目前其实重灾区 是在甘肃的大河镇的大河村 那么现在是用帐篷安置900多人 也会提供火炉还有棉被 甚至也有野外的流动医院 算是非常的到位 那么当然了国务院副总理张国卿 也赶快到灾区来进行探视 但是其实这一次 甘肃的救援可以说是非常的艰困 专家就分析 最大的难度当然就是因为当地 现在温度非常的低 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地震 黄金救援时间是72个小时 但是低温呢会把72小时缩短 所以寒冷也会让搜救人员的行动 受到限制 加上他们的保暖衣物 装备都会比较厚重 也会降低所谓的效率 而且他们呢在帐篷里面取暖 还得要留意可能会二氧化碳中毒 这一些问题加起来 当然就会造成搜救难度的提高 我们想要请教向如姐 在这一次甘肃地震搜救来说呢 相对来说他们速度是不是算快 那么在青海呢 另外是不是也出现了所谓的 沙涌效应 沙涌的状况呢 嗯 没错喔 相信你刚刚提到的 他们现在的话呢 就是说搜救呢已经第一阶段的搜救告一个段落了 现在呢是进入了震灾 就是灾后重建的这个地方喔 好那刚刚的时候呢 你提到的这个沙涌的现象 它其实是十分罕见的 而发生的地点呢 就在青海 也就是这一次的时候呢 连同甘肃一起发生地震的地方喔 它呢是位在于青海省的一个村子喔 那目前为止的时候呢 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呢 它基本上呢所谓的沙涌现象的话呢 也就是类似像台湾的土石流 但又不太一样喔 它是在大地震发生了以后的话呢 由于巨大的地层压力喔 使得地层含水量很高的沙土涌出 那当地的记者呢都说了 他们去询问的地质学家呢 说这是十分的罕见 好那现在的话呢 可以看到呢家属的指认 他们现在呢用生命探测仪跟搜救犬呢 来确认了失踪者的大致方向 因为范围非常的大 而且呢你知道吗 本来的时候呢是有道路还有村 还有一些房子啊树啊 你可以去辨别方向 但现在的话呢 当你全部通通都被尼莎给掩盖住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任何的定位系统 所以的话呢 家属现在确定好了方向以后呢 他们把所有的救援力量 就集中在那一个区域 而刚刚提到的那个沙涌现象呢 可以看到记者呢 他们到了当地以后呢 就询问了当地的村民 他说呢他们在挖地基喔 平常的时候在建房子要挖地基嘛 挖一两公尺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看到呢 底下会有水涌出 就显见了那个地区的话呢 其实地下水的含量还蛮丰富的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就造成了像这样子的沙涌现象 那目前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清淤泥 因为呢 他其实是沙子还有水喔 所以他重量很重 你如果靠人单去挖的话呢 其实很难 所以都要靠机械 那一来的话呢 你去清淤 有助于找到了这个失踪者 再来第二的话呢 就是灾后的重建 为未来来做准备喔 那因为土放量很大 所以一时半刻呢 其实很难清得掉 那就像刚刚的时候 欣一你说的 现在的话呢 他们找寻失踪者的困难度 也会变得很大 是的确 因为就像刚刚观众朋友讲到 20多栋的房屋倒塌 现在死亡人数100多人 他觉得好像对不上 也许可能 有可能死伤人数 还会再继续的来攀升喔 那么刚刚上如姐讲到的 这个杀有现象 现在他们也非常积极的 在清所谓的淤泥 带你来看这一则报道 大陆央视记者前往青海的地震重灾区 发现村子原本的一条公路 以及两侧的房子和一块空地 都被淤泥覆盖了 空拍画面一目了然 只有一个惨字能形容 这个淤泥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挖起一块给大家看一眼 它特别的湿 而且呢 很稠 很黏 救援员员就告诉我 说它的重量大 密度大 单靠手挖 挖不动 只能依靠重型的机械 单纯的地震 造成了房屋建筑倒塌 或许民众能借由倒塌 产生的空隙 呼吸或者是等待救援 但这种淤泥整片覆盖 它填满了所有孔洞 让幸存者的生存机会 更加渺茫 原来附近的一条河沟 大地震后造成了沙涌 将河沟填满后溢出 蔓延到附近的村子 情况如同土石流埋村 其实在墙震发生之后的话 由于地壳的这种震动 就会把地下这种深处的 这种含水的沙土 进行这种 有一种强烈液化的现象 那么这种液化的沙层的话 就会沿着一定的通道 受到挤压的话 就会直接达到这个地表 大陆武警在青海地震的现场 持续救援 我们中队主要是 担负一线的救援任务 我们支队还派出了卫生队 总队也派出了卫生队 有这个医疗救护组 有现场的救援组 还有后勤保障组 至于此次沙涌的现象比较多 是否代表着 后续可能有更大的地震 大陆专家表示 目前没有直接关联 TVB新闻张家宝 陈向如总和报道 好的 我们刚刚从新闻上面看到的 沙涌现象 是他们接下来的 一大挑战 原来要清理 看起来得要费一番功夫 那我们知道 甘肃这一次大地震 其实造成全球都非常关注 但是在灾害的当下却有网友造谣假消息 让大家产生口慌 在甘肃临下市有两名网友 他们在网路上直播说在12月这个还会再有一个规模8.2的剧烈余震 那当然了这个大家民众收到 受到一次6.2强证已经很害怕了 看到这样子的消息 当然是更害怕 所以他们的公安机关也赶快进行辟谣 说这两个网友也造成市民的恐慌 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已经处于行政拘留5天 而且罚款500元的人民币 我想要请教向如姐 过去中国大陆发生这种大型灾难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假消息在流传的状况 会造成什么样子的问题 有喔 你知道吗 在2008年的5月12号 那时候的话是四川汶川大地震 那时候发生之后的话 就开始有谣言出来了 好 有哪些谣言呢 有人就讲到说 当晚的话10到12点的时候 北京也会发生地震 而且连这个规模都出来了 2到6级的地震 那当然了北京市政府 就赶紧出面来辟谣说 没有汶川地震跟北京的话没有关系 而且北京呢在那个时候呢 也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性的地震 也就是5级以上喔 好 那除此之外呢 那是2008年5月12号的汶川大地震 还有人呢他就造谣说什么呢 隔了两天 也就是5月14号的时候呢 网络上面又有谣传了说 这个都江燕的化工厂爆炸了 导致的水源被污染喔 好 那这引发了什么 引发了整个成都市的市民 赶快去抢购这个水啊 那当时候的话呢 成都市政府呢 就赶紧出面辟谣说 没有这件事情 再来的话呢 又隔了几天的话呢 网络谣言又出来了 就说呢有一些 当时候去搜救的这些官兵呢 得了失毒 大陆媒体呢 又赶快去采访了 他们的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 那个时候呢 是毛群安来紧急辟谣喔 所以的话呢 其实任何的重大事件之前的时候 或者是之后 他们都会有一些像这样子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谣言 而且呢大家要知道 其实不管你是多小的问题喔 你只要乘以14亿人 那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 就像观众朋友威廉雪 他说真的是无聊的人到处有 加上现在又是网络时代 只要有一个假消息一出来 影片假的影片假的照片一出来 就很容易被疯传 而且复制复制再复制 非常的可怕 对 真的 所以奉劝大家千万不要造谣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会造成的社会的恐慌 也不利于你我 是 没错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向如姐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向如姐 谢谢心怡 谢谢大家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很多女生都常常会用到的鲨鱼甲 因为非常方便 这一夹头发马上盘起来 不管你是吃面喝汤 都非常的方便 但是现在大陆发生了不少起 因为跌倒或者是车祸 结果导致鲨鱼甲重创后脑勺的事件 浙江一名女子发生车祸 导致后脑勺的鲨鱼甲 直接插进了头皮 而且非常深 必须要用器械切割才能取出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 用尖嘴钳和剪刀等工具 将鲨鱼甲的弹簧圈扣剪开 再将鲨鱼甲齿拔出 女子才能顺利接受后续的救治 另外安徽的一名13岁小女孩 因为脚底打滑摔倒 结果后脑勺的鲨鱼甲划破头皮 还有大陆女子抱着孩子摔倒 鲨鱼甲撞击的后脑勺当场昏迷 鲨鱼甲酿成的受伤事故其实不少 偏偏它又是不少女生的常备物品 大陆记者实际做实验 发现鲨鱼甲危险性很高 实验结果发现 金属材质的鲨鱼甲可以伸入果皮 将柳橙的外皮扎得千疮百孔 想想如果是人的皮肤呢 塑胶类的鲨鱼甲也让果皮出现了凹痕 换言之鲨鱼甲伤人 轻则皮肤受损 重则骨折甚至留下后遗症 选购鲨鱼甲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选那种金属材质的 另外开车乘车运动时不要带 洗澡时或是一些一摔倒的场合也不要带 由于人体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 相对脆弱 当意外发生时鲨鱼甲就可能变成致命武器 提醒艾美女士使用鲨鱼甲千万要小心 TVB新闻张家宝陈向如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心政治消息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他老家的维建争议现在还是持续延烧 而且甚至在万里这个老家维建 还成了打卡景点 很多人戏称这里叫做赖皮疗 甚至在今天下午还有情绪不稳的民众 来这里抗议静坐 但是现在呢我们来看到前立委邱毅 他也公布了先前的空拍照 其实赖清德万里老家的维建 他说这个后院呢甚至有可能是扩建的 还有池塘甚至还养了鱼 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清幽 而除了后院一次扩建 在赖清德旁边老家的这个仓库呢 也被改建成特勤人员可以进住的地方 而特勤人员大约有十多人 可能都会待在这里面 可能是住宿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这个里面到底是赖清德自费来打扫呢 还是特勤国安特勤来出钱 外界也非常的好奇哦 那现在很多人都质疑说 为什么赖清德现在不住在这里 但是特勤人员还要长时间待在这里呢 其实他们现在民进党说赖清德 他们还是偶尔逢年过节的时候 会来万里老家住 而且想到的时候偶尔也都会来住 所以看起来还是有国安的需求 不过这些都引发了争议 现在也质疑说这样的规格 是不是甚至超越了总统蔡英文 国安局则是强调这一切呢 都是依照特勤条例来处理的 花木服输群山环绕中 副总统赖清德万里老家后方建筑也被曝光 前国民党立委邱毅出动空拍机 发现老宅后方至少还有三栋的建筑比零 而这样的行为也引起特勤骚动 为了一堵最夯的打卡胜地 现场不只有民众冒雨拍照 还有抗议人士情绪激动 全身湿透老宅门口静坐 而过往连媒体采访都会上前关心的国安特勤 却仿佛人间蒸发 不管赖富老宅门口都快变夜市 还是没人出现 与赖富总统万里老家 只有一屋之隔的这处 一屋之前是作为仓库之用 不过现在传出国安局 已经花费在内部进行整修 将这里作为办公联络 以及进住处所 有媒体人翻出特勤条例 指引国安局对赖家老宅的规格 已经超越蔡总统 因为不管是总统屏东封港老家 或者是李前总统雇居原新居 都没有特勤纲绍 而陈前总统的关田老家 以及马前总统的新龙路老家 都是因为母亲在世时 居住才有纲绍 依据的则是第五条 直系写期列入特勤维护对象 由于赖富总统过年时 也会返回老家居住或发红包 有国安人员就依据第十二条认为 这是保护对象平常行经的路线 或利临场所 并以李前总统为例 平日居住的红洗山庄 与翠山庄都有港烧保护 目前已规定拍照建党列管位列 优先猜除是否违禁成为政治难题 但国家机器保护一人之家 这恐怕不只是观感问题 台北新闻综合报道 同样也是房屋相关争议的 我们来看到的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呢 他在文化大学附近 其实被民进党指控 有一百间的套房出租给学生 而且价格一学期 大约是租16万元 明显的就高于附近的行情 那么现在呢 民进党就指控说 侯友宜把这一些套房 托给新售管理公司来托管 那他还说 这个新售管理公司呢 其他的董事长叫做林坤正 跟侯友宜家族 是非常关系密切的 而且还说 侯友宜过去曾经借了1500万 给他收了百万的利息 而且还质疑这些利息 有没有申报呢 民进党就说 这个根本就是假借贷之民 行非法政治陷阱之事 侯友宜现在的这个大群馆 现在在这Google Map上面 其实已经被网友戏称叫做 剥皮疗 布置赖青的老家被CUSO 登记在侯友宜女儿名校的大群馆 也被网友改名 不过现在最新的叫做 侯租公凯旋苑 因为租金不便宜 侯友宜你口口声声 你说要照顾年轻人 但你现在却是带头涨房租 而且是涨最凶的那一个 来剥削年轻人 民进党说 过去大群馆跟文大合作时 一学期租金才18200元 但改名凯旋苑 交由信托后一学期就要9万6千元 等于5年内租金涨5倍 对我来说蛮贵的 我一年7万多 我7万8左右 房租高于一般行情 只是凯旋苑确实有其贵的道理 看看大门里头有保存丁少 而且是套房非亚房 令租房还付车位 直播就负责管理的新售公司 董事长林昆正过去就被质疑 跟侯家关系不差 根据2012年的财产申报 林昆正跟侯友宜的太太任美玲 借了1500万元 这笔借贷关系 我们合理的怀疑 这是假借贷 但是行真政治现金之实 因为我们知道有借贷 就会有利息 而侯友宜在这笔 1500万的借款上面 就获得了超过百万的利息 百万利息怎么算的 戴伟山应用五年前段一康的说法 不过当时争议 绿莹强调侯友宜始终没说清楚 且这五年内 侯友宜跟林昆正关系更紧密 大群管更是直接信托给新售 五年后侯友宜换了说法 但一样很简洁 TVB的新闻 胡复华区换柔台报道 赖清德老家违界争议 被戏称是赖皮 但是现在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来看到他也被爆料 名下持分的新竹农地 在地上铺了柏油 而且一次还租给游览车公司 当停车场 柯文哲就说 这是先前他爸爸跟学长一起来合购的 但是遭到爆料之后 来看到这一张照片 柯文哲动作非常的快 上面的游览车已经全部都移走 现在只剩下空地 柯文哲也强调会赶快把水泥地给刨除 还强调说我不会赖皮 而现在新竹市府也确认违规 限期在30天内要恢复远状 提醒邻居即将施做工程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被爆 新竹特农用地违法当停车场 年夜撤走游览车 再拉起封锁线快刀斩乱麻 这游览车违规使用 那就开走吧 打破了 以后就也不会再当停车场使用 市府到场勘查 也确认违规属实 要求30天内限期改善 恢复农地使用 因为特农农牧用地 只能用来做农作 盖农舍或休闲农业设施等 而且大多有条件限制 像是集村农舍 房子 工厂 跟转做其他特定事业都不允许 我们也希望厂商能够尽快地 越早进场越好 但民进党议员再紧咬 柯文哲说是台大学长纠买地 还跟四位新竹医师合资 但实际登记的除了柯文哲 其他都是女性 哪来的学长 售出空照图 2006年该土地还是绿地 2007开始整地 200810月柯文哲等人购买后 该地早就变成停车场 质疑柯文哲违法收租15年 什么时候有停车场 还得再确认 只是柯文哲买特农地 不仅被曝违规做停车场收租 更要等都庚先养地 那块地没有被纳入都市计划里面 所以当年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草地皮 然后从中套利的这个揣测 柯文哲要凸显自己有作为 当民进党赖清德的对照组 绿营拼命找漏洞 想方设法攻破他逐起的防火墙 TVBS新闻 华绍平陈世民 李平宜 台北新竹 赛报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柯文哲 先前在台北市执政八年 现在也被拿出来检视了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就批评 柯文哲执政这八年 根本就没有什么政绩 说他是柯政猛于虎 而且两兆的预算只增加了 378公里的红线 导致台北市的计程车 根本就没有上下车的地方 还说做八年那又怎么样呢 但是我们来看到 现在民众党难道选前开始出现内讧了吗 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在今天就说了 黄珊珊应该要负操盘的责任 也定了KPI 她说如果柯文哲开票数没有达到第二名以上 或者是不分区立委席次没有达到八席以上 认为黄珊珊应该要请辞来代表她负责任 而柯办现在就回应了 她说现在不是选前敲扁股 还有找战犯的事迹 如果连第二都达不到 那竞选总干事当然应该要为自己负责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高标准来为难黄珊珊说不过去 我相信这个KPI一点都不算高 于众兴长在选前只剩20多天定下两项KPI 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点名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身为整个大选的专案经理 若柯文哲的总统得票数没有达到第二名 或是民众党部分区立委没有达到八席 应该主动请辞部分区 我是想借这个机会来提醒我们掌握选举资源的人 我这个是下重要 可是不下这个重要的话 在短短二十几天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起死回生 中严逆尔寒华党内区域战党票都不能偏废 那我们也希望党中央 或者说我们黄总干事这边 能够多为他们尽一点心力 判竞选策略能调整 成败黄珊珊要负责 但进班认为此时应该是团结时刻 尊重各别党员的意见 这段时间不应该出现有特定党员 针对选前敲边鼓甚至找战犯的行为 这个时候也不需要多做什么样的揣测 到选后该检讨的我们一定会面对 在安一扶上台面一边要安内 攘外也要团结 只是先前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才下令不要再和外交部开杠 吴欣宜20号出席COP28交流研讨会 还是有怨言 一马归一马 这次我对外交部的看法是非常失望的 我也收到其他党的委员寄一些简讯的安慰 我说他们之前去过一些 WHA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呢 也有深受感触像打卡一样 不是只有自己感到失望 对内对外柯正宜似乎得先重整不乏 TV野生和家杨阳佩玉台北厂报道 还记得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先前说 希望可以再多拉一些泛蓝的磕粉选票 而且还点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应该可以再努力一点 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动作 对此韩国瑜是没有多回应的 但是赵绍康说 其实他自己有当面跟韩国瑜 讨论过这一件事情 两个人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回到新北陪立委候选人耗赐抽签 侯威学员全部当选 也包括来迎不分区立委 但他的副总赵绍康 却在专访时说争取 磕粉方面还看不到韩国瑜有任何作为 我今天就是来抽签 我就根据这个来向大家报告 寻求各界的支持 那其他的问题 我们在凯道的时候会一并说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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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叶元智那个厂 韩国瑜不是也去了吗 我特别把他拉到一边 我跟他讲 我说国瑜兄 我说不少原来你的支持者 特别直播组 现在好像还没有归队 我说是不是拜托 他说有啦 他有大部分都可以跟 所以我们其实沟通蛮良好的 就办法言导致内部分裂 赵绍康曾经跟韩国瑜沟通 没问题 但是前一天赵绍康抛出这项证件 也抢在侯友宜之前 摩托车的燃料费可以取消了 11年也不过收50亿 是50亿的 麻烦死了还是交燃料税 大家都在骑摩托车 除了少数人以外 你去收那个钱 你先干什么 好的政策 我们都会做好详细的评估 尤其机车族 是比较辛苦的这个族群 我们会做好准备 能够照顾大家的方向来努力 这部分有智慧侯市长 有有有 道府这些年轻朋友了 所以昨天大家反应都很好 一切以辩民优先 强调都有先跟侯友宜知会 避免任何被见缝插针的机会 TV 变先告别念 许家宇有新奎礼品 叶峰黑消组台北报道 选前24天立法院提前停会 但现在有不少立委就发现了 这一届任期结束之前 部会的态度 居然有很大的转变 民进党立委高嘉宇就直言 他说原本有一些 答应要推动的法案 现在都碰了软钉子 被延到下一届才处理 提早已投票前24天的今天闭会 选前24天立法院宣布停会 要让立委好好去跑选举 虽然人不用到立法院 但该做的选服还是要处理 立委就发现有不少部会 没以前那么积极 你总不会等说要确认 我在我们1月13号确定 我有选上之后才要赶快来沟通 才要开始慢慢规划吧 跟我们这段期间 其实一直都有跟各个委员 在做沟通是 有吗 我们办公室有吗 这个我们会改善 有吗 我很清楚告诉你 我会继续在这边 霸气喊话 下会期还会遇到你 民葬立委陈寅 虽然不会给回应 难道还要看立委 有没有下一个任期 同党立委也遇到类似情形 降低公社比的修法 能够赶快的推动 看来可能要等到下届的立法委员 才有办法来通过公布 另外就是关于保健食品关税的降低 看起来也是要等到下会期开始 新的会期开始 才有办法逐步的推动 说好要推的 遇到选举都变下会期 就连立委要删预算 部会也不再那么客气 一毛都碰不得 让立法院长也看不下去 不少立委私下抱怨 部会大扫眼 随着预算过关后 直接不演了 不管说是这个司法院 这个还是说这个法务部 甚至是调查局 相关的态度都是 相对我们认为是比较消极 列出不友善部会 对比任期中的阴影献情 任期尾声的冷冰冰 立委垫低在心 TVB的新闻 旅众维加齐 台北视频报道 先帮你插播最新消息 在伊兰罗东下午 有营楼发生了抢案 嫌犯洋装要看视频 结果顺手就拿走了 价值40万元的黄金项链 目前警方也还在追起当中 这是目前的最新消息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台74线发生了 六车连状的车祸 疑似是一辆轿车 它变换车道不当 结果导致后方的 砂石车刹车 不及直接撞上 亮成了六车连环撞 那目前警方表示呢 会针对这一辆轿车来开访 台七四线响起了喇叭声 紧接着蹦蹦 好几声碰撞声 连续几辆车瞬间撞撞撞 撞在一起亮成六车连撞 换个角度 当时在台七四线 弹子往雾峰方向 靠近扎道口 已经有车辆在排队等下扎道 疑似有一辆白色轿车想要插队 结果后方大货车杀停了 但最后方还有一辆 砂石车根本杀不住 直接追撞 车祸现场大小车都停在路中 等待远景到场 除了砂石车大货车 还颇及了四辆轿车 事发在十九号上午十一点多 确切位置就在台中台七四线 接近太平中山路扎道口 幸好没有人受伤 经九车驾驶人均无九驾情势 初不了解白色轿车 一次变换车道不当 砂石车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不过台七四线太平路段 沿路扎道车流量大 加上一下扎道就遇到耗质 停等红灯时 就容易塞上快速道路 有些驾驶不想等 就会插队强快 大家乖乖排队等下扎道 一辆黑色进口轿车 从大家的左侧冒出来 慢慢往右切 逼得后方车减速 硬是切近的一个小空位 不过这样的行为已经违规 可以开罚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的罚还 罚钱是小 还可能造成后方连环追撞 DMH苏泰 罗欣台中报道 来看到在新北市 有一名洗衣店的老板 他开车送货 没想到开到永和的一个路口 疑似他没有注意行人 结果就直接撞倒了 那事后呢 他说是因为A柱挡住了他的事件 而事实上被他撞到的 是一名独居的妇人 他刚买完菜药回家 过马路的时候发生意外 当场陷入昏迷 穿粉红色外套的妇人 拖着菜篮车正要过马路 突然一辆白色货车 从巷口冲出来 炮医生当场被撞倒在马路中间 驾驶赶紧下车帮忙打E9 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伤者陷入昏迷 状况相当危急 立刻帮他做CPR抢救 把握救援时间送医 他要过马路他已经走到一半了 然后车子刚好从停车上乱出来 直接蹦上去然后妇人就 车路地点旁刚好是派出所 远景第一时间先用机车封锁现场 同时指挥交通 避免后方来车追撞 这是在新北市永和 明泉路跟明轩路的交叉口 地上还有沾血机的卫生纸 路边遗留妇人的雨伞和菜篮车 还有好几代才刚买的青菜 上午9点多34岁的洗衣店黄老板 当时在送洗衣服要回店里 却撞倒走在斑马线上的77岁 刘姓富人 他公车因为A柱挡住视线 没看到伤者头部重创 还在加湖病房 其实这个路口都是闪灯耗制 而行人要过马路也没有专用的行人 红绿灯因此相当危险 车辆都不理烂 这个路口很危险 最好是设置个红绿灯 刘姓富人的儿子接到通知 赶紧北上到医院探视 因为父亲前几年才过世 母亲都是一个人住 这回一如往常 早起去菜市场买菜 却发生意外 人躺在家户病房 不知何时会醒来 TVC的刘永世华 日晚还会越冷气象时间 我们交给气象主播周又璇 好我们确实来看到 寒流真的是要报道了 而且确实也越来越感受到整个冬天的到来 而且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 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间 其实今天在这个桃园的拉拉山 在下午4点5点44分的时候 已经是降到只有5.5度了 另外在台北的大屯山也只有7.6度而已 但是要特别提醒您 今天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到底最冷的时候是会延续到什么时间点呢 我们要告诉您 就是在周四晚上到周五清晨的这一段期间 所以明天周四白天来说 天气状况和今天蛮类似的 温度会略为在下降个1到2度 所以气象署持续是针对了11个县市 都是有发布了所谓的低温特报 也就是不排除这些局部地区 有可能来到10度以下 当然就是在苗栗以北 还有整个宜兰花莲金门以及连江县 都是有列在低温特报的范围当中 而周四晚上到周五清晨 到底我们温度会下降到几度呢 以北部地区还有整个宜兰地区来说 有可能是9到6到10度而已 而且局部空旷地区 温度还会再降个1到2度 而中南部也会对于这波寒流非常的有感 因为到了晚上开始呢 温度可能降到只有12到14度而已 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醒您 如果是在周四晚间 也就是明天晚上 你又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话 特别要提醒您一定要穿的保暖哦 因为呢感受上面会更加的明显 而到了礼拜五白天来说呢 虽然说北部地区有略微的慢慢回升一点点 但是其实呢感受上面还是蛮冷的 也就是大概在12到14度白天的温度来说 而中南部当然到了白天来说 可能有到17 18度了 不过呢一路要回升的温度感受上面会比较明显 慢慢回暖是在周六以后了 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醒您 我们这一波的寒流还没有到最寒冷的时候 而到底呢在整个周四还有周五特别要注意的地点有哪一些 如同我们刚所说的也就是在低温特报的范围当中 包含在整个北部地区苗栗以北还有整个宜兰花莲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尤其到了周五可以发现到绿色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而是到呈现这种蓝色等级有可能会下降到6度以下 特别是在沿海空旷地区温度的体感温度还会更明显 而且其实我们也发现到这一波并不是完全是干冷的天气 也就是水气今天是持续有增加的 包含呢大雨特报还是持续针对了整个基隆北海岸 还有台北市的山区仍然是有发布了所谓的大雨特报 所以在这种湿湿冷的情况之下 虽然说这个降雨像是今天一样 也就是它下雨的时间算是蛮长的 但是呢它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这种湿冷的天气会让我们整个体感温度感受上面会更加的明显 也是会更加的寒冷而这一波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周四也就是在明天的时候 温度还有整个降雨的范围跟今天蛮类似的 也就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 另外就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这个雨就跟今天蛮像的 也就是降雨的时间并不会 降雨的时间蛮长的但是并不会强度太大 另外在周五的时候其实降雨有略微的缩小 但是呢在北部地区还有整个宜兰地区花莲地区 还是要留意外出散带者还是比较保险一些 所以最后我们就像小地铃提醒您了 也就是在周四晚上的周五清晨 我们刚刚一直提醒大家的 就是在最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防寒 另外就是在沿海空旷地区 风浪一定要特别留意 因为呢是会比平常的时候感受上面更加的明显 另外大家也很好奇到有没有可能这波寒流报道有可能可以追学呢 我们也要告诉您在2000公尺以上 也就是在中部以北的地区 目前看起来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最后还是要看整个水气还有温度是不是有互相配合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好没错像是观众朋友Lukas他也说老人家起床要缓缓的起床 的确是让你比较安全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 那我们也谢谢又轩今天的分享 谢谢又轩 谢谢大家 谢谢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现在物价飞涨 不知道大家现在平常吃的红豆饼 大概都买多少钱呢 来看到现在要找一颗10块钱以下的红豆饼 好像比较困难 但是高雄居然有卖一颗6块钱的 老板娘开店了46年 而且还是两年前才开始涨到6元 另外一间也是很便宜 一颗卖7块钱 同样也是吸引很多客人上门 而且客人都说不止便宜 料也很丰富CP值很高 刀面糊手法俐落红豆饼生意 老板一座做了27年 一颗卖7块价格真的太佛心 我那时候吃的时候好像才5块钱 其实价位来讲就算是贵一点 而吃起来也没有这间好吃 老板下午出摊制作红豆饼的手没停过 虽然价格卖得便宜但馅料也没少给 原本5块近两年才涨到7块 就是薄力多销啦 就是尽量让客人能买到好吃又便宜的红豆饼 就入料其实都一直在涨 原本一箱鸡蛋400多块 现在要800多块 这间位在高雄丰山的红豆饼已经很便宜 但三明区装进入的巷口 还有一坛红豆饼更佛心价 一颗只要6块钱 老板娘20岁开摊经营了46年 下午3点备料完成 一推出去巷口 老顾客马上蜂拥而上 只卖两个多小时 一天可以卖到六七百颗 顾客都说这价格实在很难得 也很怕老板娘退休 就买不到这么便宜的红豆饼了 不过实际比一比大小 6块和7块钱的红豆饼 的确比15块钱的小很多 明显的比较薄 7块和15块差不多大 而且15块的饼皮则是比较脆 12年没涨了 就不够工资 就要做了 南部红豆饼 以现在行情价来说 一颗至少都要12块到15块钱 卖10块以下的店价已经很少 也难怪消费者会这么矮 TVBS新闻爱庄显吴绍龙高雄报道 观众朋友都说 这老板真的很佛心 也有观众朋友分享说 他买红豆饼比一个20元 相较起来好像真的蛮贵的 那讲到价钱 大家对电费也是会蛮仔细的在看 新竹市有一名女子 她日前收到了最近一期的电费 账单结果金额居然高达了将近6万块钱 让她吓得赶快打电话给台电反应 那么工作人员现场检查发现 是因为电表的指针往下滑动 才会导致计费错误 那目前已经更换了新的电表 账单也会撤销原本的 收到电费账单打开一看 简直不敢相信 居然将近6万元突然暴增 新竹市区一名女子 日前收到最新一期的缴费通知单 虽然平常的电费偶尔也是会破万 但是高达5万多元的电费 还是第一次遇到 一般住家的电费 出现这么夸张的金额 民众纷纷直呼不可能 20号早上 住户打电话向台电反应 自己收到的电费账单有问题 当天下午工作人员进入社区检查 原来是这个原因 纸针坏掉瞬间多一位数 导致电费暴涨 住户真的吓一大跳 信号即时回报找出问题 而台电统整过后 会再寄一张新的电费账单 每次的电费账单 金额通常不会相差太大 民众如果对金额有疑问 第一时间赶快打客服询问 以免荷包打湿蟹 TBS新闻 陈世民蔡新瑜 新竹采访报道 好看到刚刚那个电表6万 真的是吓坏大家 温温雪也说 如果这6万元真的会吓到脱库 我提醒大家还是要 检查自己的电费 到底多少钱 另外来看到台南市呢 在今天中午左右发生了火警 那么其中呢 刘姓的富人 及时从阳台逃出 但他的女儿受困火场 被救出的时候 没有意识 中午时分巷弄内的公寓4楼 突然起火燃烧 富人及时逃生 但他23岁的女儿 却受困火场 消防人员紧急出动搜索 女子被从4楼的房间内救出 疑似吸入大量浓烟而昏迷 当场逝去意识 外出工作的爸爸听到消息赶回来 急得不得了 还好女子被送往医院抢救后 恢复生命迹象 不过尚未脱离险境 火警发生在20号中午11点多 台南市安南区安中路的公寓4楼 突然起火 妈妈说逃出时阳台已经燃烧 偏偏女儿叫不醒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市楼已经有大量的农烟 关西人 她说她有一个女儿还在房子里面 还没有逃出来 一楼都开始熟了 整客厅 三个楼那边 放冰箱 还有炒一锅有的不的 当然我来发现要不要出火 稍微开 刷 你延长先来煮 你跟人家出火 就这么巧女儿刚结束 剪接师训练晚睡 家里却发生火警叫不醒 如今人还在医院抢救中 至于起火的原因 火调人员还在厘清 TVBS新闻顾首昌 谈谈报导 来看到新北市有名男子 光是在土城 就犯下了至少六起的窃盗案 原警为了抓他 把整台公车都给拦下来 这也吓坏了当时在车上的乘客 兵役警察把公车拦了下来 向司机出示证件 随即上车 原来坐在最后一排的黑衣男子 是横行新北市的偷车贼 看到警察上公车 把黑衣男带走 其他乘客们睁大眼睛 却不敢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就怕一举一动 甚至一个眼神激怒嫌犯 在车子里面被威胁可不得了 这40秒钟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公车一片极净 等警察把人带下去 回顾案发当下相当惊险 客运才刚扣站 就被警察拦截 司机看到远警的证件 才松了口气 警方当时就在这个公车站 拦下了805公车 而且就跟驾驶说 他是警察要上去抓人 就在这短短40秒钟 逮到了通车贼 顺利的把他从车上带下来 警方调查 这名43岁张姓男子 光是在土城 就偷了5辆机车和1辆货车 甚至连卢州板桥都有偷车记录 这回从土城农会上了公车 恐怕没想到 会被调阅监视器的警察盯上 十多名乘客目睹 公车上演 警察抓小偷 40秒惊险时刻 还有些人甚至来不及反应过来 远警就把嫌犯抓下车 结束这场公车惊魂 TVBS陈寅人 你今天什么什么都 好我们持续追踪 这一名切结呢 其实他平时居无定所 都是靠捡来的车钥匙 去发动看看同款的车子 把他给偷走 警方恰巧看到嫌犯要上公车 所以就等到公车停号 尚且围捕 警方这次罕见在公车上抓人 就是因为知道嫌犯居无定所 平常很难知道他的行踪 因此当时看到嫌犯在公车上 当机立断上车抓人 就怕他下车之后会增加追骑的难度 警方申请鞠票掌握嫌犯 出没在土城一带 派六名警力加强巡逻 就这么巧嫌犯排队上公车 也会被远警看到 听到自己名字 嫌犯回头看了一眼 却装没事上车 警方日前在土城农会附近 发现嫌犯身影 担心追上去的话 可能影响车内乘客及行车安全 一路尾随过了四站 趁公车靠站停车时 上前蓝车逮人并呼叫支援警力到场 张姓嫌犯遭多个分局追气 因为他走到哪偷到哪 上个月初一大早 他发动一辆机车骑走 几天后他半夜出没 又开走一辆小货车 偷来的车拿来代步 又玩就丢 变称这些钥匙都是在路边捡的 搜集后依厂牌分类 锁定老旧的同款车发动 在新北市到处犯案 警方也考量过去几次 跟嫌犯交手过程相对平和 评估在公车上抓人风险较小 远警好眼力认出横行新北的偷车贼 一再犯案法官也看不下去 将他收押 民众短期内不必担心 爱车莫名消失 TV微信 我觉得警方行新北市报道 苗栗预料社区幸福巴士驾驶疑似 吃了感冒药精神不济 结果车子失控 自撞山壁非常危险 民众合力推动巴士 不是要把它翻正 是要把它推向山壁 因为它侧翻 车身挡住了路面 车辆无法通行 先挪出车道空间 翻覆的是苗栗滩向公所的接驳巴士 从大湖载着部落的居民要返家 却在景观大桥附近 自撞山壁翻车 驾驶因为感冒 然后有吃药 感觉有点 精神恍惚是吗 对对 驾驶是58岁的灵性男子 公所人员说 他吃了感冒药 精神不济才发生意外 当时车上还有四名乘客 受到擦错伤送医 因为山路狭窄 小巴士侧翻把路塞住了 大家先挪出通道 后续由拖掉车处理 排除路况 感冒药的确有可能 让人试睡 精神不集中 但是可以改变用药 医师说感冒通常会有 鼻塞流鼻水症状 通常会开立第一代抗阻治安 比较容易造成注意力不集中 如果需要高注意力工作 要特别提醒医师改变用药 TBS新闻谢股金无数评 苗栗报导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